大家好,歡迎收看星期二《創富激發點》 今天請來的嘉賓有徐燦傑Jeslie Hello,Jeslie,Professor Jay 恭喜發財 今天請你上來,我想說一下 兔年到底整年我們的投資策略是怎樣 因為很久沒見你 很多粉絲都等著聽你的分析 問你就可以 你可以,你是專家 所以今天我們說一下兔年到底有什麼要留意 或者二月有什麼要留意 現在先看港股 Jeslie,我看到今天的港股 昨天升穿二萬三 很開心 對,開心了一會 其實你看到整個港股在過去的兔年之後 有紅盤,大家也不看好 吸了幾隻黑套 人家說是狡兔 你看到一個挺有趣的現象是甚麼呢 就是因為我講過,中港金鐘罩 中國的加息這個陰影 要是未揮之不去的話 我們在陪它自殘自傷之下 就一定要陪它繼續創下去 但是你看到現象,是不是看得這麼差呢 也不是 因為似乎加息也有數據顯示國內經濟真的太強勁 剛剛出了數據,通脹沒有相中那麼出力 對,內地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 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好一點了 本來預期是5.3 現在是4.9 心情好一點 對 升了一天 升了之後,無以為計 有人會問,究竟現在市是一個反彈再跌又怎樣呢 我會覺得其實市現在,如果大家有看這個節目 我一向說是2.850 是呀 破了之後,現在另外一個最新的位置就是2.2.4.0 好,2.2.4.0 沒錯 2.2.4.0這個位置是一個非常堅實和重要的位置 為什麼呢 這個位置也是一個極度長線的一個 繼續向牛市上升的動力 所以如果這個位置不破的話 大家也重要是不要心急,再觀察 而且你會看到市況現在似乎多極化,很有趣 美國去到金融海嘯高位了 一萬二千多點 我們的港股仍然停留在兩萬二千多,兩萬三都沒有 沒錯 你看到中國也動一下,又是美國也起 那帶出了一個問題是甚麼呢 就是似乎我的分析就是 美國經濟很好,企業名利也不錯 業績好,很多新的搞作 經濟復甦 又說不用再放稅了,不印錢了,大家頂得住了 你看到鵝盟的債沒問題,又放在那邊 經常都說的 加上最關心的打仗,人都問過過過了 埃及局勢 亦都解決了,緩和了 現在唯一能夠影響香港的股市 似乎都是自己最親近的阿爺 即是中國金鐘罩 沒錯 所以變成在這段時段來說 我想大家能夠做甚麼呢 當然繼續看你的節目 繼續追蹤不同的股票 還有最重要是明明的事情 有時入市也不是太急 因為很多時候投資不是經常買賣是最適合的 應該是明白自己在甚麼時段 甚麼步伐進入的時候就會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投資者應該在22400的時候 做了一個境界線 如果22400跌破了 又收不回的話 即是我們之前說的 大家就要好好留意市場的逆轉走勢 明白了 今天恆生指數收市債報22899點 跌221點 成交677億 Jazzle說現在新的一個重要支持位是22400 大家留意如果跌破了 可能要重新報出 但今天就好一點 因為今天的成交不是太多 相對沒有昨天那麼厲害 我想都是那句 因為今年其實是剛剛開始 不能這麼快 沒有斷的市場 來著後段走勢 但肯定的就是 如果美國升到那麼高 當然新市場或發展中的國家 相對現在就是落後了很多 其實存在著因為通脹 貨幣政策問題 所以我覺得 大家不要因為這樣覺得害怕了 其實可能另外一個機會也不一定 按照你所說 例如港股 今年其實你中長線也要看好 我看好 我一直也要看回 起碼28000這個位置 不能走過 因為說真的 美國升到12000 其實在說以前的時候 港股也要點指 但是中央金鐘就因為近了大陸 然後有新的開始時段 近了大陸 自然一定是受著自己最近的國家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都是一句 炒股不炒市 而且現在的指數 其實大家觀眾要留意 就是說 今天的指數在動 可能有一、兩隻股升 全部會掉了都不定 變成在板塊的大方向之下 其實選擇板塊是比你看大市更重要的 這也是大家投資者 新的肚年 那麼躍動 要好好留意的做法 也是 我一會兒想你說一下 到底是甚麼板塊 如何選擇 但現在我想讓你給我一個個股 因為剛才你也有提到 可能市場比較冷 可能有一、兩隻 它動動 即是走勢都是升的 其中一個就是我們李先生的黃黃 其實黃黃呢 近來我也念了一句新的口號 就是黃黃一到87 立刻就能買 是嗎 現在已經是90.9 其實你見到黃黃80多萬這位 其實基本上也開始 都在整頓 我想黃黃最重要買的 就是因為經濟復甦 橙終於開始熟 開始有些貢獻 加上就是分拆碼頭概念 黃黃分拆了碼頭業務 在新加坡上市 加上最多人經常在這裡同景 就是人民幣 計價股票 沒錯 甚至會不會是人民幣的一隻 可能是Risk 或者一些我們稱為商業信託 市場都在處 都會是和機 和機會是第一隻 你知道第一隻在整個 中國的經濟 永遠都有歷史性 和價值性的一刻 所以大家對它那個關鍵 都有一個憧憬在這裡 但是看到它今天收市了90.9 其實現在 剛才你的口號就是 和往一到87 現在過了怎麼辦 還不追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問我 和黃在大約89 附近這位 其實已經是一個 可以慢慢分斷入市的組法 好 所以大家應該是 慢慢在這地方入 我就鼓勵大家 不要一次過真的曬冷 明白 記住 投資好像行軍打仗 投資為了什麼 賺錢 賺錢的目標 最重要是時間要變好 我們不是鼓勵大家去投機 但目標就要調定 你知道黃黃在這位置正確 就要鎖根留意著 不是今天看它之後 噢 升了 這就不是一個我們投資 像在途中捉著兔子 捏死他們的做法 明白 大家記住 Professor Jay的建議 大家記住